好,从第六章开始,就开始要讲Shading and Equation 所以呢,跟你之前不太一样的话 就是像之前的话,你可能有普悟的相对论 对不对,你有学过 或者是说,你像其他的一些近代发展史的话 你可能在高中或是在大一的时候就已经接触过了 从这边开始的话,你就是开始要花多一点的时间 要去多练习它 那么,这里有几个特色是很重要的 因为我们开始要用波的方式来解释 这个在量子物理的时候的世界是怎么样子的 所以呢,你要 我虽然都帮你写一个小点,一个小点在整理 可是那都是书上最重要的几句重点 所以呢,你一定每一个点都要记得,要了解 这个很重要 每一个观念都要清楚 要不然的话,你去算题目 你很容易就会卡住 比如说你练习的时候呢 你就会不太熟悉它的概念是怎么建构的 OK 所以呢,每一个小点 请你务必一定要了解 好,那我们先看一下 在讲Shading the Equation怎么出来之前呢 我先帮您做整理一下 回顾一下 那因为呢,到了量子世界之后 我们都会用波的形式来解释 你看到的,量测到的一个现象 所以呢,我们要先从你 从你开始回顾的话 你认识波的开始 就是从这个电磁波开始,对不对 OK,那那时候呢 你看你大一的时候电磁波或是你电磁学电磁波 通常都是用一个电场是等于10的Exponential形式 对 那么到了量子物理的时候的Debroid的物质波 上礼拜讲的物质波 它也是基本上也是用一个波的函数 用Exponential这样子来表示的 OK,所以这个是 让你不是觉得你那么陌生 其实你在大一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接触这个波了 电磁波,对不对 所以你现在在这里的话,你是用物质波其实都是一样同样的形式的 好,那再来第二个 那么我们既然要用量子 我们既然要进入量子物理世界的时候呢 你是要用Sharinger Equation的方法 来了解他们看到的现象是怎么样子的时候呢 那么第二部分我就要告诉你说 你怎么样去得到这个Sharinger Equation的 你如何得到的 那因为后来,因为我们等一下第六章或第七章之后 我们会常常用到这个名词Sharinger Equation 所以我们就简称S1 我们就取前面的代号 所以之后我的上课的东西 如果是写S1.1 就是代表是Sharinger Equation的 OK,好 好,那你如何得到呢 那么既然是这样子的话 我们还是要从物质波的Deployed的假设开始 那么对于Deployed来假设的话 它说你一个物质波的话 上礼拜有讲过 波就是会有波长 也会有波的频率 对不对 那波长呢 就是等于H Planck常数除以这个Momentum P OK 那你这个Frequency Mu呢 就是等于你的Energy除以这个H OK,这是上礼拜讲的物质波 你要探讨的波的话 波的行为 波的特色就是 这个波长 还有这个Frequency 对不对 OK,这到底没问题 就帮你整理一下 那第二个部分呢 你要重要的是 你要了解 我们现在开始要去得到 这个Sharinger Equation 所以第一个步骤 你就是要先了解物质波 这两个特色 OK 第二个的话呢 你要记得 你既然Sharinger Equation的话 其实跟你的古典的一个力学是一样的 你就是 它其实呢 这个Equation呢 它就是在表示你的Total Energy 的一个表示方法 懂我意思吗 这是 Sharinger Equation的话 就是利用 古典的Total Energy的话 是等于P平方除以2M 加上μ 这个是等于总能量 对不对 动能加位能 等于总能量 这个概念 来建立 你的Sharinger Equation 所以Sharinger Equation 只不过是 把古典的 总能 等于动能 加位能 利用一个 量子物理的符号 来表示 这个量子物理的世界 的一个总能量的一个 例子的表示法 懂我意思吗 所以等一下 我们要推导 Sharinger Equation的话 你都是Based on 这个Equation的 Total Energy 等于动能 加位能 然后利用 这个 公式 利用这个Equation 我们去导出 Sharinger Equation的 所以你一定要记得 什么叫做Sharinger Equation 它就是要表示 你量子物理里面 你的一个particle 或是你一个system 它的Total Energy 是如何的关系法 利用这样子的方式来解的 一个Equation OK 所以这个概念很重要 等一下我们就是要用 量子物理的符号 把这个古典的 Total Energy 等于动能 加位能 这样子来表示 那这就是叫做 Sharinger Equation 好 那你要记得一件事情 我这里讲的Total Energy 是用古典物理的 对不对 不是 不是用相对论的 OK 那你会说 那相对论怎么办 相对论的话 又是发展到 量子物理后代的 又Dirac Dirac 另外一个Dirac 人 他去把这一个呢 做相对论的修正 OK 所以你在量子物理的 初步的时候 我们并没有探讨到 Dirac的Equation OK 但是你要知道 你现在是学 刚开始的时候 你现在在学量子物理的 刚开始的时候 你是先学古典的 那个Total Energy 的表示法 你不是在学相对论的表示法 相对论表示法 是在比较后段的一个量子物理 或是高等物理 高等量子物理的表示法 OK 所以你的Total Energy 你就不是用相对论的那个表示法来表示 OK 所以一定要从古典开始 好 再来第三个特色也很重要 因为你到了量子物理之后 你解的一个 你解的一个 System的一个方法 你就是用波的 的关系来解 对不对 那么你 你的答案呢 或是说你解出来的一个关系 是都是用波的这个形式来表示 就是Deployed 它这个波的函数 表示法的 好 那这个波的函数呢 它有一个特色 它是一个线性的组合 OK 那依照你的 之前你大一学的数学 或是你大二学的应用数学 告诉你 如果说 你呢 你这个答案里面 有两个解答 有一个VF1 然后一个VF2 你的答案有两组 那么因为它们是线性的 对不对 所以呢 你这个VF1 你就可以用你任何的 两个这个VF1的解答的 线性组合 之后 也会是你的VF1的解答 表示法 OK 这是你应用数学教你的 对不对 你如果有两个VF1的话 是你的 这个Equation的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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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解的话 那么它们两个的线性组合 也必然是你的 一个VF1的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解答 一个一个表示法 这很重要 我们之后会上课的时候 会举几个例子 我就会告诉你 或是用这几年来的 人家那个考题 那个研究所考题 告诉你说 人家这都是考 线性组合 OK 线性组合 你不要被困住了 就不晓得怎么解 我现在就帮你调练试 写下来 你可能没有感觉 然后呢 我们到了今天 或是下一次上课 我们就 从这一章开始 我上课就花很多时间 在example example 这样子的 example 那你就会 因为这边是观念 会比较多一点 你从你的example 当中 你做练习的时候 你就知道 这每个小点 都很重要 虽然有的是 表述下来的话 你就要知道 好 我们做练习的时候 我就跟你讲说 你还记得吗 之前跟你讲过 什么样观念呢 OK 第四个的话 就是说 通常而言呢 因为你既然 我这个VF1呢 是你这个total energy 的一个解答的话呢 那么通常而言 你这个V位能 也应该是 你位置跟时间的 一个函数 但是通常而言 我们现在 你现在所学的 近代物理 你呢 这个位能 我们都只考虑 位置的不同而已 我们不考虑时间 所以你在写 equation的时候 你小心 就不用写T了 OK 不用写T了 好 到这里面的问题 看起来还蛮简单 对不对 那就开始 下一步了 我们要来推导 确定个equation 怎么推导 好 要记得 这个确定区训 是每年 几乎 都会考的题目 那有一年 不知道是哪个学校 他们就考说 请你写下 确定个equation 就这样子 你就可以得五分 还是十分 可是你知道 全国台湾的学生 有多少人不会写 因为他要搞混了 你要等下 要跟你讲 你也搞混什么东西 小心 不要写T 这是第一个重点 好 开始要来推导 好 我们来看一下 你最好把它写下来 因为你凭着 这几分钟的记忆 你要撑到这么久 其实人的记忆会退的 你还是把它 好老老实实的写下来 然后之后再去看 脚踏实地的一个姿势 这样子会比较扎实一点 OK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如何推导 确定个equation 这很重要 那 不同版本 会有不同方法 那我这个方法是让你会比较 比较 比较看得比较 比较 Easy一点的 然后顺便将你另外一个概念 叫做operator OK 这在量子物理就叫operator 什么叫operator 等一下我们来注意 我们再来看一下 好 我们如何推导呢 OK 我刚才已经跟你强调过了 就是 学定个equation的话 就是在做一个系统 the total energy的问题 对不对 所以你还是要从 total energy p平方处于 2m加v 动能加位能 等于总能 这个equation开始推导 OK 所以你的最根本源 就是要算这个 total energy 对不对 OK 好 那再来 现在呢 就是 确定个equation呢 就是在利用你的 波的方式 来把这个 total energy的 equation 导出来 就这样子而已 一句话 就是这样子意思嘛 对不对 你用波的方式 波的函数 然后呢 把这个total energy的 一个equation的方法 把它表示出来 就这样子 所以你现在 total energy知道了 然后波的函数呢 就是equation 就是exponential的 的那个形式 OK 好 那么 你要记得 你现在 确定个equation的意思 就是用way function 来表示 这个total energy OK 好 那我们先看一下 这个way function 这个way function呢 我如果 先对位置为分 先对位置为分 那你看 你把位置 这里 是不是只有 这个ak44 位置 你对它为分的话 exponential的为分 是把这个ik 就提出来了 OK 所以你前面的话 系数就会多了 这个ik 就提出来 多额外提出来 这个 后面的 是不是就不变了 所以后面的话 是不是就跟你原来的 形式是一样的 这第一个 没问题 好 那再来 我把这个 左右 两边 同时除以i 同时乘以h bar OK 同时除以i 除以i 就相当于乘以 负i 嘛 是不是 好 所以是一样的 你也可以把它变成 同乘以h bar 以及乘以负i 是一样意思嘛 好 你把它整理一下 你看哦 我把左边右边 我先看一样右边的 我把它除以i i不见了 乘以h bar 所以前面的话 是变成h bar k OK 好 那 左边这里呢 除以i 乘以h bar 是不是乘以h 除以i 就相当于是乘以负i 然后一个h bar 是不是 好了 那你看到了是不是这里 h bar k的话 是在那个debroad的时候 是不是相当于是一个momentum 可以吗 所以呢 我们呢 你看你这个momentum呢 h bar 是不是对应于 如果这个位方形不看的话 我们是不是就对应于 后面的这个负i h bar跟 负i h bar 对这个 对这个位置的微分的一个方式 对不对 我这个微方形如果不要看的话 你这个h bar k 是不是相当于等于 负i h bar 然后对 对于x的一次微分 OK 所以呢 我们在量子物理的时候呢 就把 后面的这个 因为这个 是不是相当于是一个 微分的一个operator 这相当于一个微分的operator 所以我们会把 后面的这个东西呢 就相当于是一个 momentum的operator 因为这个momentum的h bar k OK 那后面这里是一次微分的一个工具 所以呢 这一个就相当于是 这个是momentum 对不对 那后面这里的负i h bar 一次微分 对位置一次微分 我们就相当于是一个 momentum的operator 我们就称为这样子 可以吗 好 就左边这里是一个momentum 对不对 右边 这个momentum 是不是相当于后面的这个 微分算数 算幅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们就会把 这后面的相当于 momentum的operator OK 所以 后面就很重要了 你要记得 momentum的operator呢 就是等于 负i h bar 对位置的一次微分 好 好 这个很重要 我现在红色框框 这里有非常重要 每个框框 都是一个很重要的次质 好 你把p用出来 对不对 那 另外一个 你对 你把那个 你把那个v function 对 时间 做一次微分 好 对一次 时间做一次微分的话 你看 这个v function 是不是对时间只有在这里 OK 你做一次微分的话 是不是把前面的这个i 负omega 提到前面来了 OK 所以你这里的话 就是负i omega 那后面的话 就会都一样了 没变 都是v function 对不对 好 你也是用相同的方法 你左边跟右边 同时除以负i 或者是 以及 同时乘以这个h bar 可以哈 好 那你先看一下 右边 右边的话 负i omega 我把负i除掉 乘上h bar 所以是变成h bar omega OK 那左边呢 左边的话 除以负i 是不是相当于是 乘以i 对 然后再乘一个h bar 可以吗 好 那么这时候你会发现到什么呢 你是不是看到了 这个h bar omega 是不是在你的deployed的时候 就相当于是什么 是不是energy1 可以吗 那你会说 不对啊 你刚才 是不是在这里写的是什么 你刚才是写 我刚才是写这个 mu 等于h 对不对 那么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是不是相当于energy 是等于 我干谁h嘛 是不是energy等于h mu 对不对 那1等于h mu 怎么会等于h bar omega呢 因为h bar是什么东西 h bar是不是等于h除以2π 对不对 所以是不是相当于是h bar 你已经多除以2π了 所以我是不是这里要再乘以2π mu OK 所以这样子是等于多少 也是等于h bar omega OK 所以呢你的energy 你也可以用h mu表示 你也可以用h bar omega表示 那刚才那个momentum也是相同的道理 OK 好 所以呢你要记得 我们这里的话 就相当于是energy的1 对不对 然后后面的话 你可以看到energy1 既然是等于后面的这个 ih bar对时间的一次为分 是不是 所以呢你就可以知道 这个是energy 然后这个是ih bar的对时间一次为分 所以我们在量子物理的时候呢 就会把它表示说 你这个就相当于是一个energy的一个operator 那这个operator就等于ih bar的对时间一次为分 OK 好就是这样子的 什么叫做operator 就是有点算是 那解释叫什么 算符 所以operator有点是 它有为分的这个功能 它可以对后面的v function 或是什么东西 可以做一个算术的operator OK 那在这里的话 我先给你加个note 对于这个位置的operator 你还是等于x 不会变 那么你刚才是不是已经知道 p的operator 就是等于负ih bar的对位置一次为分 对不对 所以这边把你整理 然后energy的operator 就是等于ih bar对时间的一次为分 对 那么位置的operator就等于x 不变的 那这个意思就是在告诉你 我要为下一个段落准备的就是 我刚才跟你讲了 在shading the equation的v为能 是本来它应该是跟位置跟时间有关系的 可是在这里是不是只有跟位置有关系 我们就把它简化了 OK 实际上没那么简单的 只是你现在刚才在学嘛 对不对 我们先把它简化 就是说它只有跟位置有关系 那意思就是说 等一下我们后面遇到的问题呢 就是你这个的operator 都是s的函数 对不对 所以它是不是也就会不会变 不会变 这是一个补充质量 好 这里都没有问题了 你也准备好 p的operator是多少 energy的operator是多少 然后位能的operator是多少 之后 我们就开始要来推导shading跟equation 好 那你要解shading跟equation 要推导之前 我是不是跟你讲过了 它就是一个在用total energy的一个表示法 对不对 你今天只不过是一个total energy呢 是要用v function 来表示 就这样子而已 对不对 好 但是你要差别的话就是 好 我这个equation呢 我左右两边都乘上v function 这样子 这个等号应该还是不会变嘛 对不对 不会变嘛 因为我同时都乘上v function 所以不会变 可是这时候你要用shading跟equation的 对不对 你要注意的是 在量子物理的时候 这个p 是一个operator 好 v也是一个operator e也是一个operator ok 所以呢 你把它这么个别的operator 带进去之后呢 就等于 i h bar对位置一次微分 这个就不会变 对 然后energy的话 就等于i h bar对时间的一次微分 你把这些整理完 好 那你会说 这个是什么东西啊 这个就是i h bar乘两次 乘两次的话是等于多少 乘两次的话 i变成负的 对不对 h bar就变成平方 那这个微分 微两次 因为你 你乘两次的意思就是 是不是这样子 这样叫乘两次 对不对 那这乘两次是什么意思 为一次之后再为第二次 所以相当于是 为两次 为分 ok 好 你把这里都整理完 写下来 再加上vx 加上这个 这个红色框框 就是非常重要的 叫做shading equation 可以吗 好 所以shading equation的话 简单而言 就这样讲 它这个式子 就是total energy 在量子物理的时候的表示法 ok 只不过在量子物理的时候 你这个p 你有对应于 你自己的一个operator 那你把这些关系带进去之后 用微方形的表示方法 这就是叫做shading equation 可以吗 要注意的是 这很重要 这里是有五个星星的 所以这一定要重要 然后一定要会写 这一定要会写 shading equation 你不要人家那个考试 都已经在送你分数了 五分十分的 叫你写这个 你连这个都不会写的话 这个就很严重的事情了 你这本量子物理 对 这本近代物理最重要的 这个是非常重要 这个式子 ok 我们可以来做 几个练习题 ok 接下来的话就是 好 你已经知道什么叫shading equation 对不对 那它在物理上面的一个解释 又是怎么样子的 这是我们第二堂课要讲的 就是说 它这些 这些符号啊 是带对物理的一个意义 或者说实验上面 有什么样的一个 实际上的一个 对应的一个比照 或是有什么样的意义 这是我们第二堂课要讲的事情 好 这一堂课呢 就是 第二堂课 第一堂课是介绍 shading equation 对不对 怎么推导出来的 然后第二堂课的话 就是要把shading equation呢 把它跟 它到底是在 物理上面的话 是有什么样的一个意义 或是一个 什么样的数值 是有什么对应造的一个 一个物理关系式 所以这边第二堂课的重点 好 它到底有什么样的物理 背后的一个知识 OK 好 OK 我们先来看一下 OK 再讲 这个 way function 这个shading equation 这个way function呢 它在量子物理的时候 有什么样的一个 一个 一个 一个意义在的话呢 我们先把它 跟你比较熟悉的 电磁波 来做一个比较 好 因为你大爷时候 跟大二就才接触 电磁波了 对不对 所以你会对它 比较有点感觉 然后我们用它 来跟它做比较 好 好 我们先来看一下 就是说 在shading equation的话 你的 在量子物理的 total energy的表示法 就是叫做 shading equation 对不对 那它的这个way function呢 就是也是一个 exponential的关系式 OK 那你还记得电磁波吗 电磁波的 equation的方法 是不是就是 你这个电场 对位置的两次微分 是等于 电场对时间的两次微分 跟c平方分之一 乘上c平方分之一 导数关系 对不对 你还记得吗 这是你以前电磁波的关系式 那电磁波的一个 way function的表示法 它也是一个 电磁波的表示法 也是一个exponential 这是相等的 对不对 类似的啦 对不对 类似的 OK 所以你要知道你 量子物理的波 以及你的电磁波的 equation的方法 以及它们的一个 function是怎么样子的 OK 好 这是比较简单 第二个呢 在物理上面来看的话 因为你的shading equation 里面是不是会有这些i 会有这些负数 在这个equation里面 对不对 所以对这个 对shading equation来讲的话 因为它有这个负数的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 一个什么 一个贡献 一个item在这边 对不对 所以它的解答 它这个way function 有可能也是一个 负数表示法 那这个负数的话 在物理上面的话 是有什么样的背后意义呢 数学上面的i的话 就是在物理的量测的结果 是不太可能测出来的 一个i 虚数的 就是说 你用一个仪器 比如说你用什么样的detector 然后你应该不太可能 会测到这个i的 所以如果你有i的 i的那个turn的话 在这里面的话 你是不可能 感到的 OK 但是如果是在古典的 电磁波而言呢 因为它没有 它没有i的turn 对不对 所以它基本上呢 都是一个real 所以它就是 它可以量测的 OK 好 那你会说 那糟糕啦 你现在 在量子物理的 你都是way function 都是一个负数的话 那糟糕啦 我是不是 不管用什么仪器来看的话 我都没有办法看到 这个现象啊 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对不对 如果你只有单纯 看你的way function的话 是不是有这样子 隐含着这样的意思 就是说 糟糕啦 你算出来的话 都有可能是负数的话 那是不是代表 我不管以后的仪器 再怎么发展 我都没办法看到 你这个i啦 对不对 我就没办法看 你的量子物理啦 对不对 实际上后来 你要注意看 第二个部分 我们就帮你解决 这个l率 实际上它还是可以 测得出来的 只不过是 它是另外一个方法 来看的 OK 那你要怎么样 看待这个way function呢 就是说 你想想看 你在电磁波的时候 它是不是告诉你说 你的这个发射出来的电场强度 i 是不是强度 对不对 是不是正比于你的这个 电场的绝对值的平方 还记得吗 或者是电场的平方 对不对 所以你就用这种概念 OK 这个i就是这个 你每秒当中 你可以得到多少的intensity的这个photon 你得到的强度 光强度是多少 是跟你这个电磁波的绝对值是有关系 大小是有关系的 对不对 这是你电磁波所学的 那么呢 这一个方法 在量子物理的时候 就有用到了 OK 那相同的呢 也是一样的 因为这是1的平方 也就是这个 1的方讯的平方 对不对 所以呢 相对之下 你的量子物理呢 只要 你能够用你的way function 把它 求出 它的正幅的平方 那这个way function的平方 是相当于是 因为它有负数嘛 像它也在等着什么 它的取它的 共二 部分 相乘 就会等于这个平方 所以 这个就很重要了 我红色鞋就很重要了 虽然说 这个way function呢 它是有可能是有 虚数部分的 是不可以测的 可是 因为 它的波的特性 所以 只要我把它取平方之后 OK 那它这个大小 这个intensity 相当于这个intensity 或者是说 这个 这个一次方 way function是没有意义的 可是way function的平方 就有意义了 OK 在物理上面 就可以量测得到了 因为它是属于一个 时数的 这可以量测到的 那它量测之后 你又是相对之下 是什么物理意义呢 它就相当于是 你 找到 这个particle的 一个 几率 几率 这个很重要 OK 这个四颗形的 对不对 五颗形的 还是那个 确定五颗形的 就是说 你way function一次方 是没有物理意义的 你用仪器 你是不可以量测的 可是 如果你当这个way function 平方之后呢 它就变成几率了 这个是可以量测到的 OK 你可以量测到的 几率是多少的 OK 所以这个就有物理意义了 可以吗 所以这个概念呢 实际上就跟你以前 在古典的 电磁波的概念 是一样的 它的这个 就代表这个几率 好 所以我再重复 写一个重点 就是说 你要 所以这个几率 什么几率呢 就是说 你找到这个例子的几率 我再把它 写明确一点 就是说 我把这两个 way function 相乘之后 是等于几率 这个几率是什么意思呢 再写清楚 一点就是告诉你说 你要找到这个 particle 你在哪里找 在X跟X加底 X这么小的范围里面 找到它的几率 就叫做大P 或是叫做这两个 微分方向称 相乘 懂我意思吗 注意哦 这很重要的概念哈 就是说 你在这么大的空间里面 我在X 以及在这个 X加底X 这么小的一个地方 的底X 这个范围里面 我要在这么小的范围里面 找到你 这个particle 的几率 就是这个P 也就是这个 way function 的共二相乘 可以吗 这很重要哦 那意思是什么 意思是说 我如果有一个particle 它是在这个 无穷大区间 比如说我是从 负无穷到 到正无穷 这样子里面 我确定 它有一颗particle 那它有可能在这里 对不对 也有可能在这里 也有可能在这里 对不对 但是不管在哪边 我把全部的空间 积分起来 应该就会找到 那一颗particle 可以哈 这个概念很重要啊 这之后都影响到 你要去解这个 sharinger equation概念哈 所以你要知道 你呢 几率 全部从整个空间 这样子积分 无穷到 到正无穷 这样全部积分之后 你就会找到 那个particle 是等于1 的几率等于1 可以哈 好 几率 几率等于总几率等于1 好 那么后面这个C点 就是我要跟你补充的 我刚才一直跟你讲 微方形的一次 是负数 是不可以量测的 是没有什么物理 是在物理仪器上面 是不可以量测的 但是 我一直跟你讲说 这两次 积分 这两个相乘之后 就是几率 就是可测的 对不对 可测的意思是什么意思 是它是 就是 时数 对不对 因为它要是可测的话 它一定要时数 才可以嘛 所以我这边后面 这个C点的话 就是要证明一件事情 就是 你这两个相乘的几率呢 是永远都是时数的 这是证明 我要证明这件事情 要不然的话 它还是不可以测啊 对不对 你仪器再怎么发展上去的话 你有一个高级的仪器 你还是没办法量测 虚数的话 那就代表量子物理的现象 你看不到啊 那你要看得到的话 你这个可以量测得到的话 就代表这个是一个时数啊 对不对 好 时数的话 你用仪器的话 就代表你有可能 可以看得到了 好 那我们现在证明这件事情 要证明之前呢 我先帮你假设一下 就是你这个一次的 这个微方讯呢 你有 时步 也有 虚步 OK 那就像在你硬数讲的 我现在假设的是 有时步加虚步所构成的 我假设啦 那么我下面的 就是代表是 时步的话就是R 虚步的话就是Image 就是I 但是我现在假设的 这两个都是时数 这是硬数的证明题 对不对 那么我现在把它们两个相乘 OK 你要取它的 共二 是不是就是把这个I 变成负I了 共二嘛 对不对 那么原来的话就是正I嘛 你这两个相乘 是不是A减B乘上A加B就等于什么 A平方减B平方 对不对 那这里的I平方 B平方的I部 I平方 I就等于多少 正 所以呢你这个是 平方一定是正的嘛 因为你这是时数 对不对 时数的平方 那加上时数平方 所以你这个得出来的话 一定是一个时步 也就是说 这个东西是 可以测的 量子物理的时候 你的仪器是可以测到 这种东西的 可以吗 好 好 这只是几率而已哦 对不对 所以现在我们就开始要算一个 很重要的东西了 你要求什么几率 你就是一定要带这个东西进去 我要算说这个particle 最后的位置的几率在哪边 你就是要把位置放进去 我今天要算它的 能量的一个几率是多少 那你就把能量的放进去 OK 这是几率 那你要算位置就放X 你要算momentum P 那你就放P 你要算P的几率 你要算energy E的几率 就是全部都是要用这个公式带进去的 可以吗 好 那我们在第二步了 我们开始来应用它了 这个几率如何来应用 我要算位置 算momentum 算energy 我们来应用它 这个部分虽然是下次要考 不过你还是要跟着脚步做那个洗题 不然你很快的就会 decay掉了 你虽然听起来 如果还听得懂的话 你到最后 你太久没有练习的话 你会全部都忘记 很快的 所以你要跟着那个homework一起 一起做 OK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 现在你看 我要讲的一个部分 就是在 这一个章节的时候 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 练习题 或是考试题目 或是一个session 那么这个东西呢 就叫做是期望值 OK 你要 你 就是要算期望值 这个 这个 这个值 那期望值的话 是数学上面叫做期望值 那物理上面的意义 就是说 你 所量测出来的volume是多少 OK 这个就是期望值的物理意义 OK 就是说你量测出来的值是多少 比如说 我有一个波通过一个仪器 detector之后 我这个detector 量到这个值是多少的话 这个就是在算 你的期望值 OK 所以你就知道它的物理意义是什么了 好 那么有几种会考的 大概就考这三类型而已 第一种 就是考它的位置 OK 第二个 第一个是考位置 对不对 大A是位置 大V的话 就是momentum OK C 大C的话 就是在算 total energy 大概都是这三类 的期望值 OK 好 所以我就把它分为 大A 大V 大C 这样子再看 好 我们先来看位置 OK 在这之前 我先讲一个通则 不管是考大A position 或是找大V的momentum 或是找大C的total energy的话 它通常有一个通则 就是说 好 今天我如果要算 如果是要解决这个期望值 期望值的话 在数学的符号 我们都会用一个 中刮符 这样子一个来表示 这叫什么 这个一个符 一个一个刮符 一个三角形这样子 刮符来表示 如果你今天要算这个期望值 通常有一个通则 就是 你刚才 我上一堂课 我刚才那一堂 前面 前半部的时候 这堂课前半部 我是不是跟你讲说 几率 就是由 这个V function 的共二 以及它V function 两个相成 对不对 这几率嘛 那你今天要算出来 这个期望值的话 我如果是要算Q 我中间就会放Q OK 我如果是要算 我如果是要放position X 这里放P的话 就要放P的 但是要注意的事情是 期望值的物理意义 是不是就是你量测 或者是你观察出来的一个值是多少 对不对 那中间这个东西呢 你要放的东西的话 要小心 你是要放operator OK 我的意思就是说 今天如果题目是要考你 要算期望值的话 要算位置的期望值 那么位置的期望值 位置的operator是多少 X 就是X 所以你这个中间 就是要放X OK 那你会说 我今天如果是要看momentum 那么中间就是要放momentum的operator 可以吗 好 那如果我今天是要算energy total energy的期望值 就是我量测 我仪器量测出来的一个值 是多少 那么中间就是要放 energy的operator energy的operator 就是ih bar的对一次尾分时间听 对不对 OK 这是通辙 所以你基本上你把通辙知道就可以了 那有一个问题就是 如果说今天是位置的话 因为位置 X的operator就是X嘛 对不对 所以你放前面跟放后面 基本上是没有差的 可是 如果你今天是要算momentum的期望值 或是算total energy的期望值的话 因为它会牵扯到有微分 OK 所以你一定 一定要放中间 OK 你这样子的微分才有意义 因为你只有对这个做微分 好 好 那我们如果知道这通辙之后 我们来看细看 这个ABC的position 还有momentum total energy的部分 好 那我刚才跟你讲呢 如果你今天要算位置的期望值的话 你就是把位置放进来 对不对 那记得哦 你永远要记得这个原则 就是我刚才上一堂 上一半部的 这堂课上半部跟你讲说 你这个几率 是不是要符合 是要积分起来等于1 这代表说你已经把这个微方形做什么事了 你已经有做过 normalize过了 OK 就是说你有归1化过了 你的几率total加起来等于1的 如果说这个题目是还没有normalize过的 那么请你务必下面要把它normalize过 OK 你就是要多处以这个normalize的数值 也就相当于什么事情呢 就相当于说好 你如果觉得很困难的话 就相当于说你再修学分数 对不对 我如果要把你normalize的话 就说好 你每个单位 你每个学分 你获得多少成绩的话 你一定要处以你total修了几学分 你要做normalize的动作 OK OK 这个是针对没有normalize的题目 才要去normalize 那如果你有normalize的话 你其实只要分子这个部分就可以了 那后面的话 我都会举例都是用normalize的题目来跟你讲 好 那相同的 如果是x平方的期望值 那么你就把x平方放进去 没问题 那如果是要算momentum的期望值 你就是要把它的operator放进去 负ih bar的一次对位值为分 如果今天是要算p平方 好momentum的平方 那么你就要把operator怎么样 也要平方 OK 平方之后呢 这里负负就不管了 对不对 i的平方就等于负的 h bar的平方也是h bar的平方 这些都是常数项 可以拉出来没有问题 那么平方两次的话 就相当于是两次为分 可以哈 那相同的 如果今天的题目是要考你 total energy的期望值的话 也就是要把它的operator ih bar 对时间一次为分放进去 那么另外 你要记得 你可以用这种方法 那么另外你也可以用第二种方法 就是 第一个 你用的方法就是你把energy的operator放进去 对不对 第二种方法就是 你把energy的operator换成p平方的operator 以及除以2m加上voperator OK 你依着你可以把自己的operator放进去 你也可以用p平方除以2m加v这个方法的operator带进去 你可以用自己的operator 你也可以用这种关系式的operator 那当你如果是用这种operator放进去的时候呢 你这中间就要放p平方除以2m加v的operator进去 对不对 那p的operator平方是等于负ih bar 那你负负得正不关的 所以变成负h bar平方的operator在这里 这是p平方除以2m的 加上v的operator放在这里 OK 所以有的考试 好像有的研究所考试 有的同学走这一条 走这一条路 走第一条路 那因为他的v方询没有时间嘛 那就等于0了 对不对 然后他就说啊这个答案就等于0 错 为什么 因为你本来v方询本来 你要对时间为分是要一个条件 就是你除非你这个v方询是有时间函数 要不然你就围不到啦 你围不到的话 你要注意的是 你要再试试看第二种方法 你要check过 因为p的话都是s函数 对不对 v也是s函数 你不能说因为你今天的v方询出出 题目呢是没有时间的函数 然后你对它为分等于0 你就说这答案等于0了 不可以 你要去试试看 那么第二种方法呢 如果是对v字为分 它是不是也是等于0 OK 所以total energy的话 你要小心 我再讲一次啊 如果你在考试 或是你在做练习题的时候 你 你一定要做ab两项的测试 你才能知道你的答案是多少 你不能只有靠第一个而已 你一定要做两个 可以吗 你不能说你这个v方询 就对时间做微分就算了 那如果刚好这个v方询是跟时间没有关系的话呢 对不对 所以你一定要再试第二种 可以吗 好 好 讲了那么多 第三堂课我们就来 全部都来练习 这个期望值 这个很重要哈 这个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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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的部分了 好 我们休息一下 十分钟哈 我们先来练习几个题目哈 我们一步一步来看好了哈 来想一下哈 等一下要不要叫几个同学来算算看哈 你先听我说哈 然后你就知道你等一下怎么算啦 好 第一个 我们先来算一下ground state的 好 减斜震荡值 再一尾的减斜震荡值 它的ground state的一个题目 OK 好 先看 我就已经 就是说 我先告诉您这个答案 就是这个v方询就是这样子的哈 那至于这个怎么解 你以后会学哈 甚至到了您量子物理才会解这个 OK 这不是这边的问题哈 好 我已经告诉你v方询是多少啊 就是一尾的减斜震荡值的时候 它的ground state的v方询是这样子的 那么今天我为了问你说 那么减斜震荡值它在震荡对不对 它在这边 它从 如果我假设 它在那边震荡的话 那么它的 位置的期望值是多少 那么是不是照上一堂课讲的 你要算位置的话 你就把位置的 operator x带进去 对不对 好那么你带进去之后呢 这x就在这里了 对不对 那么你的位方询相乘的话 这个a就变成a平方 是不是 exponential的平方 就是这边再多加一个二次 呃就是平方就在那边加个2 是不是 那么这里呢 这里是exponential的 负i omega t 乘上它的共2 是不是乘上它的什么 负i omega t 乘上它的共2是多少 是不是负i就变成多少 正i 对不对 是不是 好这个是由这个共2的位方询所贡献的 这个是你本身的位方询所贡献的 对不对 那这会等于多少 两个相乘的话 是不是相当于是这个 指数部分就怎么样 相 加 对不对 相加一个是负的 一个是正的 所以是1的几次方 0次方 啊每个数目的零次方就等于多少 1 所以你只要遇到这个位方询 如果有i的 i的这个exponential i的话 你这样子相乘之后 这个都后面都等于1的 所以后面这个我们就不管了 只剩下前面这里了 可以吗 OK 好 那么这个答案是多少 你一看的话 你就要马上写答案了 这个是不是几函数 OK 这个是什么 偶函数 对不对 所以你一个一基 有乘上一个对称的这样子 负 啊无穷到大 正无穷到大 等于多少 0 合不合理 你想想看 你算完之后 你要自己想想看合不合理 你想想看 你在减协正当值 我如果是从负无穷到 正无穷这样 在正当的话 它最有可能出现的几率 你算出来就是在 原点这个位置嘛 合不合理 合理 OK 好 所以这个就是0 可以吗 好 好 看起来好像蛮简单的 对不对 再算第二个 哈 OK 第二个题目的话呢 我就是告诉你说 呃 一个particle 这个 这是很 很典型的 很典型的题目 就是说 有一个particle 它是受限在一围的一个箱子里面 好 这个箱子就是在一围受限的 哈 OK OK 那么呢 呃 今天就告诉你说 你它算出来的答案呢 会是这种形式 哈 现在都是直接给你写答案 哈 到了下 其中考完之后 我们 或是等一下下 后面的时间 我们就开始推导 这个怎么出来的 哈 我们先教 我们先教那个 期望值部分 哈 好 我就直接告诉你 位方询是这样子的 OK 那我要问你的是 energy 我刚才是问位置嘛 哈 现在出一个 问energy的题目 好了哈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你就先 还是把我们的 期望值 也是一样 对不对 负 呃 就是p平方加 p平方除以2m加 位能 然后把operator 带进去 是不是这个就是它 相对应之下的operator 对不对 这个是不是 total energy的operator 这没问题嘛 哈 好 好 再来 只要题目 啊 这个一尾的话呢 就是说 本来我们的积分 都是要从负无穷 到正无穷嘛 哈 那么呢 这一个题目的话 它如果是box的话 通常box的意义呢 它有一个背后的意思 哈 如果看到box的 这个题目的话 通常它就是要告诉你 你这个题目的v 是等于0 OK box 就是说一个箱子里面 啊这个particle 在这边自由的 跑来跑去 它会有空间的局限 但是它里面的位能 是等于0的 OK 所以这个意思就是告诉你说 你中间的这个operator就是等于0的 OK 所以你这样子的之下呢 你的期望值 就会只剩下前半段而已 哈 OK OK 好 那么如果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你注意看哈 我现在就是 是不是要把这个位置 做两次为分 对我把要把这个位方形做两次的为分 OK 你看这个1我通常就不管了 对不对 因为是不是一个负i 1t除以h8的项嘛 对不对 这个后来一定会遇到 后跟前面这个 一样的处理方式嘛 对不对 因为等一下你又跟你的这个共2 再乘上你本身的话 所以后面这个项 我们就不用理它了 哈 所以跟你刚才那个解释是一样的 所以这个我们就不理它了 好吧 那就剩下acos pi s除以r i除以a 对不对 你把cos 因为你要对位置做为分嘛 是不是这里有个位置 所以是不是要把cos 两次为分 OK 所以两次为分的话 一次为分 两次为分 一次为分之后有负的 变sin 对不对 然后呢 sin这变cos 就没有负了 所以这个之后 这个负的就不见了 对不对 然后呢 你注意看哦 我先把常数项拉出来好了 哈 h8 除以2m 对不对 我把它拉出来 因为负号到最后就不见了 对不对 然后呢 cos pi s 除以a的话 你把它两次为分 是不是多了 pi 除以a 两次为分 就多两次 拉出来吧 是不是 OK 好 然后后面呢 后面的话 你就变成了是 这样子嘛 是不是 我跳的比较快 你可以慢慢来 没关系 你先把它变成 负sin pi 除以a 负sin pi s除以a 对不对 然后再变成 再维一次 就变成 pi a的两次方 然后变成cos 原来的样子 好 好了 那这怎么办 后面这个项 等于多少 就是一开始跟你讲的 几率 对不对 所以这等于多少 1 OK 所以答案就是等于 pi 平方 h8平方 ln 然后呢 pi 除以a的 平方 会不会 可以吗 你可以用另外一种方法 验算 你这里的话 你这里其实也可以有一个 有一个简化的方法 就是说 我如果告诉你说 这个箱子是一个 长度是为 长度是总长是a 然后从负2a到a 这样子 OK 这个总长的箱子 边长是a的话 你这里也可以不用写 那么大的范围 对不对 因为它就局限在这个箱子里面了嘛 是不是 所以你这个范围 你也可以写 负2分子a 跟正2分 到正2分子a 这没关系的 那你会说 我如果写这样子 会不会错 应该是不会 因为你 因为你从负5 从到 到这里的话 是等于0嘛 是不是 然后你这里的话 也是等于0 你只有中间才有直嘛 是不是 中间才是1嘛 然后呢 尾巴跟前面的话 是等于0嘛 所以不会影响到你的题目的 影响到你的答案的 那我现在要讲的是 好 你要验算 你也可以用一种验算方法 你用一种验算方法 就是说好 我今天如果一个particle 是局限在 负2分子a 以及2分子a中间 对不对 你今天 要稳定存在的话 是不是要变成一个 助波 你才能够存在 在我这个范围里面 对不对 那所谓的助波的话 就是说 有时候你会是这样子的 OK 助波就是要 在边边要变成bundary 被束缚住嘛 或者呢 你有时候会变成 这种 两个波的形式 一个波 一个浪达形式 或者是三个 这样子1.5的波的形式 对不对 我的意思就是告诉你说 你这个边界的 a OK 你是不是一定要吻合 浪达1.2的n倍的关系 对不对 你要成为助波嘛 是不是 我现在在验算 就是我验算答案 对不对 因为这题目是非常非常 typical的题目 那你有时候刷到最后 你可以做个小小的验算 我是不是一定要吻合 这样子 才能够 才能够stable的存在 这个box里面 对不对 要成为助波嘛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 你看我这个浪达 是等于多少 是不是2a除以n OK 那这样子的话呢 我的energy呢 好 浪达等于这样子 对不对 那p 是不是等于 h8怎么样 h8k嘛 对不对 然后这等于说啥 h除以2pik 所以又等于多少 是不是 我没写错 有错吗 对吧 没错 OK 好了 那你现在要算 total energy的1了 对不对 1是不是等于p平方 除以2n 然后呢 加上v嘛 对不对 然后没算完哦 你这等于浪达 对不对 h 那现在浪达是多少 2a除以n嘛 你把2a除以n带进去 是不是 p等于这个东西 对不对 那要验算的话 因为这个box里面 是不是v也不要了 p p是这样 对不对 平方呢 h8平方 n平方 除以2 2a的话 就是4a平方 对不对 4a平方 这是p平方而已哦 对不对 你还要再除一个2n 是不是 是不是 可以吗 那这等于多少 n平方 h8 h平方 h平方 除以4n平方 除以4n平方 对不对 然后呢 我如果要把它变成h bar平方的话 我是必须要再乘上2π的平方 你这里要变成h bar 你要符合这样子嘛 对不对 才能够相等嘛 那这等于多少 是不是就出来了 有没有 是不是就跟你本来 是不是有没有哪里 有错吗 诶 哪里 h h ok 我这里是多除以嘛 所以这要乘嘛 哈 这要乘2π的 h bar是等于h除以2π嘛 所以你多除了2π 你这边就要补个2π给他嘛 是不是 ok 那你这样子的话呢 是不是 这里是4 4除以2 就等于那边的2m了 对不对 然后呢 h bar平方就出来了 对不对 然后这里π平方不变嘛 哈 就这样出来了 然后这里是 你是Granstate嘛 所以n等于1嘛 就这样又验算出来了 是不是 可不可以看 你会不会验算 好 这就是很简单 你用一个基本的概念 就可以验算了 然后那个是很规矩的 你就是用这样子再算 你的期望值 可以吗 好 我们叫几个同学练习看看 哈 k k就是那个 web number啊 k 波数 波数 他记得吗 然后呢 波数的话 就是等于 啊 二排除以浪达嘛 对不对 OK 好 我们把它 利用好这个题目 来把它多做练习几次 哈 那第二个呢 我们如果要练习的是 OK 这个没问题了哈 如果要练习的是 x平方呢 那还是一样的 对不对 你就把x平方带进去 因为它的operator还是x平方 对不对 把它带进去之后呢 OK 你就遇到了两件事情了 这两个就没办法像之前那么的轻松了 对不对 你就必须要用查表 哈 查表去算算看 那查表之后 它就告诉你说 答案就是 后面这样子的 你还没结束了 对不对 你这个a还没出来呢 你这个a是一个未知数啊 那怎么办 你要解a的话呢 你就是要用另外一个 必须达到的一个 一个要求 就是之前我是不是跟你讲过 你这个几率的总和 应该要等于1 这种方法 这种概念 你把这个a要求出来 是等于根号2分之a 我这里写的比较快 下一次的话 我们就把这种各种类型的题目 把它讲清楚 我这里先把它你做整理一下 因为这边的话要带比较快 因为重点还是在算期望值 下礼拜考完试之后呢 我们把重点是在解 微方讯 还有解这个常数a OK 就是期中考过后 我们的重点就是在解 不同类型的一个题目的 微方讯是多少 以及它的normalized a的常数是多少 OK 那今天因为重点是在 期望值 所以这个我就稍微帮你讲一下 你的重点是怎么解出来这个a的 然后微方讯也告诉你了 a的话就是要利用这个normalized的方法 解出这个a 先稍微带过 考完试之后我们再来仔细地探讨 好了那如果你a知道的话 你的答案才会出来 这才是你要的答案 OK OK 那也是一样的 第四个练习题 就是要算这个momentum的期望值 momentum的期望值的话 你就是要把这个momentum的什么operator 带进去了 对不对 OK 好了你先看一下咯 你还不用算对不对 你先看一下 你这里是对一次微分 对不对 这个对一次微分的话 这个cosine是变成sine 所以这里是不是变成sine 然后前面的话是不会变的 是不是cosine 对不对 一个cosine是even的 一个是odd 这两个相乘的话就是多少 0 OK 所以你还蛮有大部分都是算到0的 对不对 OK 不行哦 你这样子会错很多 因为它这个刚好是你的 题目是这样子的 OK 那再来第五个练习题的话 就是p平方 momentum的平方 OK 那你还是照规矩 把这个operator带进去的平方 对不对 OK 好了那这个还是一样的 你两次微分了 对不对 cosine 微一次之后变成负的sine 把这个负号拿掉了 对不对 然后呢 它同时会把这个a分子pi拿出来 那你 那你微两次之后 是不是pi3a就两次就出来了 OK 然后h bar也是平方就出来了 对不对 OK 那后面的话呢 就还蛮简单的 你这个就知道答案是多少 1 OK 这是1 所以呢 你的momentum的期望值平方 就是等于这个四字 可以吗 算了这么多 我们来验算一个测不准原理 我们来算测不准原理 测不准原理是不是对于aks的一个测不准 乘上这个momentum的这个分布的一个 呃 它的delta是多少 OK 是等于多少 这个deltax呢 依照 你以前的概念 是不是等于 s平方 减掉s一次的平方 还记得吗 这是不是在你以前普务实验也有算过 OK 或者是你的数学 对不对 乘上p呢 p的一个测不准的delta的话 是不是等于 也是一样的 p平方 减掉p的平方 是不是 那么这个题目的话 因为你在前面把各个部分都算出来的话 你是不是已经有发现到 你的位置的平均值或期望值是等于0 对不对 所以这里是不是就不见了 p呢 momentum的话 是不是它的期望值也是0 所以这个后面也不见了 所以只剩下前面这两个 对不对 好啦 你把这两个带进去是多少 s平方 对不对 是等于 是等于 根号的 a除以π平方 π平方 6减1 是不是 乘上p平方是多少 h8平方 h8平方 π平方 a平方 是不是 OK 你这个平方的话 开根号就等于h8π除以a嘛 是不是 是不是 好了 你这个算出来 大概就是0.57 h8平方 对不对 对 诶 有没有写错 确可一下 OK 我这里少一个平方 a有平方的 这样才能够消掉 对不对 你这个a平方 才能跟这个a平方消掉 好了 就等于 大概就等于0.57 那这个是不是 相当于等于多少 1 2 h8 这是是不是一个 测不准原理 所告诉您的 对不对 Δx乘上Δp的话 大概是1 2 h8的大小 或是1 2 h的大小 OK 这么问题 可以吗 好 这是一个很典型的 算期望值的一个重点 最后几分钟 你要记得 我们再回想起来 哈 哈喽 我们今天讲的重点 有哪几个 第一个 你会不会推导 shading the equation OK 第一个 要会推导 shading the equation 对不对 第二个 你知不知道 每一个operator 对不对 会是多少 E的operator是什么 P的operator是什么 Iks的operator是什么 第三个最重要的 就是你要去 会去算 你的期望值 OK 你的期望值 会不会算 OK 好 最后 我帮你做一个总table 就是说 只要不管什么题目出来 他要问你不同的一个期望值的话 你一定会用到不同的operator 对不对 OK 所以我们把全部可能的operator都把你写下来 所以你会operator了 你应该照到底讲 你就会算期望值了嘛 对不对 你只要把期望值带进去就会算了嘛 OK 那会解微方讯这个问题是 考完期中考 我们要会解微方讯 但是这一堂课的话 今天这堂课 你要会知道operator 以及它相对应的期望值是多少 会解微方讯 以及会解那个novelized的A4之后的问题 好 最后做一个ending 好 我们来练习看看 再复习一下 好了 全部就大概会做成这样子了 好 你要观察的物理量有位置 那么它的符号就是X 所以它的operator是多少 X OK 没问题嘛 再来 如果今天你要观察的是momentum 那么它的simple的话就是P 所以它operator是什么 负ihbar对位置的一次为分 是不是 OK 好 那么也是一样的 今天如果你要测量的是potential 未能 那么你的符号是大U 或者是我们刚才一直在用什么的 大V 对不对 都可以 对不对 所以它operator还是多少 大U 要不然就是大V 都可以 就看你是哪个题目就是了 OK Kinetic就是动能 对不对 符号就是大K 动能就是等于P平方除以2M嘛 是不是 所以你的operator就是什么 负怎么样 H平方除以2M 然后呢 对位置的两次为分 是不是 P平方除以2M嘛 哈 好了 Homitone是什么 你们的力学H Homitone是什么 动能加 未能嘛 是不是 所以是不是也是一样的 两次为分之后再加上V 那可以啦 是不是 Homitone是什么 知道嘛 力学嘛 好了 Total Energy是什么 I H8 对一次为分 或者是我刚才跟你讲的 另外第二种看法 是不是 也是一样 就是等于Homitone 对不对 是跟Homitone是一样的 表示方法 有两种表示方法 OK 好啦 就这样子咯 是不是 你会知道operator之后 你各种题目 你应该都要会算了 对不对 我要问你各种的期望值 各种的可测出来的一个物理量 你应该都要会算 是他们的问题 好 那要注意哦 虽然是下礼拜要考试的话 你还是要跟着脚步去做你的Homitonework 要不然我可以保证你再过两个礼拜是肯定都穷着忘光了 好 那么考完试之后 我们就开始要教你解WayFunction 还有要去 还有要去 我们下一次的重点 这是下一次的重点 OK 今天的重点是什么 你还记得吗 你会解3DG EQUESTION 对不对 然后呢 你会知道你的operator是什么 对不对 然后还有什么 还有你的期望值 是不是 OK 就是今天的三个重点 OK 好了 就这样子了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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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